始于美国的山达基礁 在众多国家和地区都不具备合法宗教的地位 甚至被认定为邪教组织 过去的一周 该组织一艘再有318人的豪华邮轮因发生麻疹疫情 被隔离海上 所有人不得下船 观察者网注意到 这艘瘟疫方舟 是山达基礁为其最高级别信徒提供特定宗教训练的唯一场所 也因举办著名影星汤姆克鲁斯的生日会而广为人知 据英国《卫报》5月6日报道 一艘山达基礁名下的邮轮目前停靠在加勒比海岛屿库拉索 当地政府表示 在确定船上有多少人感染了麻疹之前 不会解除对这艘船的隔离 当地卫生官员已从船上抽取了277份血液样本 并送往荷兰 检验结果预计在周二或周三公布 另外 有10名乘客和31名船员可以提供麻疹疫苗的接种证明 库拉索当局民事 在等待检验结果的同时 任何乘客和船员都不允许离开这艘船 因为他们有携带这种高度传染性疾病的风险 出示的邮轮名为自由之封号 长440英尺 悬挂巴拿马国旗 由山达基礁教会拥有和运营 该组织网站称 这艘船被用于宗教进修 4月28日 自由之封号出发前往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 两天后 圣卢西亚卫生官员接到通知 船上有一名女船员被诊断出患有麻疹 这名女船员曾前往欧洲 于4月17日抵达库拉索 5天后因感冒症状就医 4月29日 一份送往阿鲁巴的血样证时 她患上了麻疹 经过与泛美卫生组织的讨论 圣卢西亚卫生官员于4月30日 将自由之封号隔离 该船5月2日离开圣卢西亚 5月4日返回在库拉索的母港 库拉索流行病学家伊齐格尔斯腾布里斯 对美联社表示 被隔离的人员一直在配合当地官员的工作 船上的气氛很好 卫报报道称 出示船只在离开圣卢西亚前 接受了当地卫生部门提供的100支麻疹疫苗 不过山达基礁教会尚未对疫苗接种采取具体立场 尽管山达基礁宣称 其信徒生病时会寻求标准的医疗和药品 不过该组织曾因鼓励信徒使用不当医疗手段 而卷入法律纠纷 山达基礁也被一座科学神礁 由美国人L.罗恩赫伯特于1952年创立 信徒包括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和约翰特拉乌尔塔 尽管在美国及一些国家及地区 山达基礁被认定为合法并可免除税捐的宗教 但该组织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等地并无宗教地位 也经常被描述为使用不当手段敛财的邪教 山达基礁内部的一个核心流程叫做听息 该教牧师使用一种名为E-Liter的电子仪表将信徒带到他们 生活中的各个阶段 声称能够摆脱过去或当前可能影响他们的任何负面情况 目前 山达基礁信徒通过听息可达到的最高级精神状态为八级 本次爆发疫情的自由之封号 是这些最高级别信徒接受听息训练的唯一场所 汤姆克鲁斯的42岁生日会也曾在这艘船上举办 而威胁到船上318人麻疹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传染性极强的严重疾病 麻疹在多地爆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 在1963年引入麻疹疫苗和广泛接种疫苗之前 主要的流行病大约每2-3年发生一次 麻疹每年估计造成260万人死亡 尽管已具备安全有效的疫苗 但麻疹仍是造成全球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6年估计约有89,780人死于麻疹 其中多数是5岁以下儿童 2月16日 菲律宾满尼拉 志愿者为儿童接种麻疹疫苗 1月份该国至少25人因患麻疹死亡 大多数是儿童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 麻疹仍是常见病 绝大多数的麻疹死亡病例发生在 人均收入较低和卫生保健设施薄弱的国家 近期 麻疹在美国有抬头的趋势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 截至5月3日 美国今年已确诊764例麻疹病例 创25年来新高 此外 德国多个地区近年也出现麻疹疫情 病例不断增加 2019年初至今已有300多宗新的病例 德国卫生部长日前表示 已于2020年3月起 在德国全面推行儿童强制接种麻疹疫苗的计划 家长若拒绝让孩子接种 将面临2500欧元的罚款 并将丧失接受日间托儿服务的资格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